最近不少人就问究竟现在那种新的病毒Deltacorn Deltacorn这个字我估计应该是传媒发明出来的 意思就是Delta病毒再加上Omicron病毒一起 这样的病毒听起来好像很害怕 因为Delta引起的病比较严重 Omicron病没有那么严重但传染力更高 两样加在一起大家都觉得不好 但实际上是不是两样加上这么简单呢? 我建议大家最好以后都不要用DeltaCorn这个字 因为它非常不准确也有误导性 大家都记得周星辞的戏 罗家英做文西 他的秘密武器就是西瓜刀加皮鞭加铁链加在一起 就是一个绝招 现实很多时候当然不是这样 其实究竟这个DeltaCorn是什么一回事呢? 简单说就等于病毒洗牌 这件事其实一直都存在的 一个人身上 如果同一时间有两种新冠状病毒一齐感染他 两种病毒的遗传物 复制的时候 他就炒了一碟 产生一些新的病毒 继续繁殖下去 所谓的DeltaCorn其实就是去年12月左右 很多西方国家Delta的Case是非常之多的 但是刚刚这个时候 新的变种病毒Omicron又出现了 可以预计有不少人 就同一时间被两种病毒入侵 两种病毒就可以在人体里面 进行这些洗牌效果 产生一些新病毒出来的 因为Omicron有两种10type 有两个分支 有BA1有BA2两种 两种引起的病都差不多 病征又差不多 不过BA2就更加传染症高 所谓的DeltaCorn 就是Delta Omicron BA1和Omicron BA2 混合一碟 不同的组合之下产生的三种新病毒 具体操作是什么呢? 假设这三只猫 这一只就是Delta 这一只就是Omicron BA1 这一只是Omicron BA2 黄色这个部分就是人体里面 当这些病毒进入人体里面 有什么求果产生呢? 新的组合出来的病毒实际 传染性有多高? 人体的病有多严重? 组合之后 新病毒身上 有多少是保留了原本的病毒的结构特色? 如果那个组合 改变是很miner的 比如这一只病毒 和这一只病毒 混合在一起的话 洗牌之后 原来 只换了尾巴 基本上 如果这一只是新生存的病毒 我们看到头、身、脚等 基本上是保留了原本病毒的结构 只是尾巴转了 所以如果这一只是生存的新病毒 我们也预计 这个病毒的特性 应该跟原本的病毒差不多 即是这只灰色的猫 如果本身是很饿吃的 洗牌之后 尾巴转了 因为大部分 头、身 都是原本的这只猫 所以我们也预计 这只猫 也是会饿吃的 另外一种情况 我们看到 如果这一只 就是新的病毒 生存了下来 不断复制 原本那只猫 就是灰灰色 即是这只 但是 现在头 就换了重点式猫 身也是换了重点式猫 尾巴也是重点式猫 尾巴也是重点式猫 尾巴 所以这种新的病毒特性 跟原本那只应该有不同 可能两只特色都有 大家一起看看这个图 主要是Delta 这种病毒 跟Omicoin-B1 跟Omicoin-B2 跟Omicoin-B2 有三种病毒 不同组合产生的新病毒 有三大类 一种叫XD 一种叫XE 一种叫XF 大家細心看,每個病毒上高有三角形,圓形,Y字 圓點就是Structural Protein,即是病毒結構組成的蛋白質 Y形就是Spite Protein,即是激蛋白 三角形除了Structural Protein和Spite Protein,其他病毒的蛋白質,核酸之類 決定一個病毒的臨床特性,譬如傳染力高不高,引起病嚴重 主要就是Structural Protein和Spite Protein 三角形其他東西沒有那麼重要 第一種XD就是Delta、Crossover、Omicron、BA1,即是這兩種病毒加在一起 它的特點就是Structural Protein組成病毒結構的蛋白就是Delta 同一時間,Spite Protein的激蛋白就是BA1 大家看到嗎? 顏色不同,紅色就是BA1,橙色就是Delta XD其實是BA1和BA2的Crossover 兩種Omicron,兩種Omicron混合在一起 它的特點就是構成病毒的蛋白和Spite Protein的激蛋白 都是主要由BA2來的 其他的MILER,不重要的三角形那些 就由BA1來的 三種XF就是Delta、Crossover、Omicron、BA1 原點的結構蛋白和Y型的激蛋白 都是紅色就是由Omicron、BA1來的 其他的MILER結構組成部分就由Delta來的 大家看他的樣子都可以估計到他的臨床特質 以XE來計算,他的決定性的蛋白質 即激蛋白和結構蛋白 都是綠色由Omicron、BA2來的 所以估計這種 雖然是洗牌後的新病毒 但是他引起病的嚴重程度 傳染力應該就比較類似BA2 因為大部分主要的結構都是由BA2來的 XF主要的決定性的蛋白質 結構蛋白和激蛋白 都是紅色由BA1來的 你預計XF的臨床特質 應該就和BA1差不多 問題主要在於XD這裏 但臨床上我們暫時看不到 的結構蛋白是Delta 但Spike protein的激蛋白 是由Omicron、BA1來的 如果新病毒 有Omicron的傳染性 又有Delta引起病的嚴重程度 那種病毒應該就不會是XE 又不會是XF 主要應該是XD出來 但臨床上我們暫時看不到這樣的現象 那這類病毒 有些其實1月的時候已經發覺 現在已經3月中 如果他真的傳染性很高 像Omicron 很快就應該成為主流 但是這些病毒 似乎暫時都不是形成主流 我覺得暫時都不是很值得擔心 今天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請留言、點讚、訂閱 下次再見 знак 明講 南山 5 2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